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APPMC 2023 我们有SKJewel from SKJewel 您可以解释一下SKJewel的商业模式吗 我们的SKJewel是在新加坡经营零售的珠宝自营店 我们大概在新加坡有接近40家 马来西亚也有接近25家 所以我们在新马接近有接近50多到60家的商店 在零售方面呢 我觉得顾客的体验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商店基本上现在是采取比较开放化 然后让很多顾客很容易的能够走进我们的店 那么我们的产品能够让顾客没有压力的能够采购 能够自己browsing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 能够吸引更多年轻的顾客 走进我们的珠宝店 我也觉得珠宝店是一个门槛很高 很难进去的一个行业 这个Experience对我们来讲是 我觉得非常好 好 我们在这两年呢 Covid的期间全部upgrade了我们全部的品牌的那个形象 所以让我们的顾客更容易走进来 而且也可以陈列更多新的产品让顾客 How is it scheduled doing in e-commerce OK 在互联网 e-commerce方面呢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顾客 跟有一些都是喜欢在上网采购 尤其是一些年轻化的顾客 年轻化的顾客喜欢从不同的平台 那些我们自己的网店啊 抖音啊 还有这些Lazara这些平台 都可以采购到我们的产品 而且一些新款的跟接近年轻人 尤其是9000后的这些产品呢 特别是给送礼的 有一些人比如说不同节日啊 他们要送给朋友啊 送给亲戚啊 送给自己家人的 我觉得很容易从这个互联网 加上ecom也是一个 能够推广我们品牌的一个管道 我们也把它当成是一个推广化 跟品牌能够吸引更多顾客群 进来我们的SK的那个购物群 也增加我们更多的那个 顾客的那个知名度 我觉得这个是 互联网在现在呢 ecom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公司也非常重视 而且也通过这个ecom 有很多海外的顾客 能够了解我们的产品 也我们也有很多海外的顾客 从我们的ecom 跟我们购买我们的产品 现在呢 邮购啊 我们的送送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 基本上 甚至连美国都有 我们都有顾客 跟我们购买我们的货品 What is your comment on APPMC? 这个conference 是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聚集很多行业的同行 能够互相的检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壮举 希望每年都有这个壮举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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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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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